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Java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学习的主题是JPanner和JButton类 那从上一次课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开始介绍Java如何使用图形界面组件来创建图形界面 那上次课我们学习的图形界面组件呢是JFrame类的对象 JFrame类呢其实是窗口类 每一个JFrame的对象就是一个新的窗口 那今天我们学习的JPanner和JButton类又分别是什么图形组件呢 其实JPanner的话呢应该是一个面板组件 面板组件 比方说我在窗口上叠加一个面板 面板上呢再去放按钮啊文本框这样子的组件 而JPanner类呢就是这样一个面板类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来构造一个面板类的对象 不过呢不管是面板类也好 还是文本框啊按钮啊之类的图形界面组件 它们都必须放在窗口上哈 放在窗体上也就是JFrame对象之上 那所以我在这里写的这样一个Test类也必须 ExtendsJFrame 当然我可以选择让我这个Test类继承JFrame 因为一个子类继承负类 子类就变成了负类的这样一些 它继承下了负类的属性和行为方法等等哈 它也变成了负类所指向的那个东西 比方说JFrame是窗体 那么我这个类接ButtonTest继承了JFrame 那么接ButtonTest也变成了一个JFrame 好当然除此之外我也可以去重新留 我不继承的话呢 我也可以重新留一个JFrame的对象 那不管哪一种方式都可以 好我先选择继承JFrame 报错是因为没有导包哈 JFrame类在JavaExtendSwing报之下 接下来接PanelP 声明一个接Panel的对象P 初始化一下 结果发现可以不用参数就好 调用它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导入进来以后没有任何问题 接下来的话呢 写上一个构造方法 PublicJButtonTest 好因为JButtonTest继承了JFrame 所以它就是一个窗体 我可以用this这个关键字来指代 JButtonTest类的对象 比方说this点 这个窗口对象要添加Panel对象 怎么添加呢 用this点有个叫做Get ContentPanel的这样一个方法 获取的是一个容器类的对象 接下来再调用ADD方法 还有ADDP 好this点setSize300300 this点setVisibleTrue OK 接下来在门方法里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NewJButtonTest 好当然除此之外的话 这里面写分号 除此之外的话呢 我还要设置一下 设置一个关闭的操作 如果窗体对象关闭的话 这个程序也就自动退出 这句话还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我运行看一下 运行的话肯定是执行闷方法的 这样闷方法中的语句 闷方法中的只有一句话 就是NewJButtonTest 那就执行这个构造方法 执行构造方法之前 当然会是声明JPanel的对象P 并且初始化 好 这个构造方法呢 就是将这个对象P 面板对象添加到了 JFram对象之上 就是this点 接下来设置JFram对象的尺寸 和可见性 同时设置关闭操作 这个窗口的关闭操作是退出 且关闭的时候 整个主程序退出 好的 接下来我来运行一下 运行出来的效果 其实你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面板对象 你想想看 就像在一个盘子里 添加了一层纸一样 这层纸目前我看不出效果 怎么办呢 我可以通过P点 Theta Background 的设置 背景颜色 你看它的参数是一个Color类的对象 Color类是一个颜色类 Color类其实有些静态方法 比方说 Color点 Red 好 因为报错是因为我还没有导包 OK 当我Color点Red的时候 其实是代表我要设置背景颜色是红色 设置的是面板对象 好 看到了这个面板对象是红色 同意我们也会发现这个面板对象呢 是铺满了整个窗体 因为用get content panel添加P的时候 默认呢 就是将这个面板铺满整个窗体 当然我们一个窗体上是可以放N多个 就是无数个面板的 那如果放多个面板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来对整个窗体做一个布局 这个布局的话呢 我们在后面再来介绍 那这个就是接Panel类 接Panel类 接Panel类呢 其实是一个面板类 这个面板类呢 通常是放在窗体之上 然后在面板上再去放其他的图形组件 例如图片呢 纹本框啊 暗柳等等 那至于它跟其他图形图像组件的这样一个结合 我们在后续的课程中会逐步的介绍 好 同学们掌握了吗 学习完接Panel类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接Button类 接Button类 接Button类 顾名思义Button就是暗柳的意思 接Button类的对象就是具体的暗柳 我们每六一个接Button的对象呢 就会溜出一个新的暗柳 那接下来我先声明 接Button类的两个对象 分别是B1和B2 好 那么B1和B2的初始化呢 我放在构造方法里面 等于New接Button 好 这个构造方法接Button的构造方法也有好几个 我们使用它带参数的构造方法吧 按钮1 同理B2呢 等于New接Button 按钮2 好 当我溜出这样的两个对象的时候 实际上就溜出了两个具体的按钮 但是这两个按钮呢 目前并没有被放到窗体或者是接Panel之上 那到目前的程序来看呢 我们是将接Panel添加到了这个Jframe对象 就窗口对象之上 刚才也已经看到效果了哈 是铺满了整个窗体 这个接Panel对象铺满了整个窗体 接下来呢 如果我要把按钮放在接Panel对象上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 P点ADD哈 接Panel对象有ADD方法 BE 同理P点ADD B2 好 我可以重新运行一下这段程序 OK 在这个地方哈 在这个Panel红色Panel面板的第一行的中间 出现了按钮1和按钮2 这个就是Jbutton类的用法 其实呢 针对于加瓦的这样每一个图形组件哈 我们都是溜出一个图形组件的对象 最后把它们拼凑拼装在一起 形成一个完整的图形界面 那从目前我们学过的几个图形界面组件 Jframe组件代表窗口 那JPanel组件代表面板 面板放在窗口里 接下来呢 Jbutton组件是按钮 按钮放在面板之上 我们可以溜出无数个按钮哈 无数个按钮都可以放在JPanel之上 当然我们默认的布局是这种 先按行区中放不下来再放到下一行 好这个就是Jbutton类的对象 那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我们本次课的内容就结束了 本次课呢 我们主要学习了JPanel组件和Jbutton组件 一个呢是面板组件 一个是按钮组件 面板组件呢 是要放到窗口 就是Jframe对象之上 好的 那本次课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课再见